几天前,印度查摩克什米尔邦,爆发重大恐怖爆炸袭击事件,导致印度军队45人死亡。 在当地时间2月18日传来最新消息,举印度新德里电视台NBTV报道,印度安全局在查摩克什米尔邦,开展了专门的反恐行动,消灭了策划造成这次军队袭击事件的嫌疑人。 在印度,这次恐怖袭击被称为2008年梦乃袭击以来最血腥的事件。 当地时间2月14日,印度查摩克什米尔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,造成45人死亡。 当时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在中央后被警察部队CRPF车队开往普尔瓦马地区的途中爆炸。 爆炸后,现场还传出枪声,恐怖组织穆罕默德军宣称对袭击负责。 据新德里称,该组织头目马苏德·阿兹哈尔的根据地,位于巴基斯坦境内。 印度经常指责巴基斯坦支持巴基内恐怖分子,被以斯兰保对此予以驳斥。 印度媒体18日的报道称,在18日夜间印度强力部门展开的行动中,一位名叫阿比尔·艾哈迈德·导尔的武装分子被消灭。 这次行动指责粉碎干地区活跃的伊斯兰团火木海默德军的几个分支。 行动期间,有4名警察牺牲。 在轰动印度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天后,印度强力部门总共逮捕了至少23人。 目前,印度军队和警察,仍继续在发生恐怖袭击的普尔瓦马地区,开展联合行动。 其实,在恐怖袭击爆炸发生后,印度方面就愁。 换如何对这些武装恐怖分子展开回击? 据印度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,印度查摩克·施米尔邦发生爆炸袭击后,印外交部决定临时召回该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进行戳伤。 恐怖袭击发生后,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团伙,并召回本国驻伊斯兰包大使进行戳伤。 同时还将来自巴基斯坦的商品的关税提高至200%,实际上以此禁止了这些商品的进口。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,愿意与印度共同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。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物海默德菲萨尔,而约18日在推特上写道,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召回驻印度大使进行戳伤。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物海默德菲萨尔,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物海默德菲萨尔,并愿意与印方合作调查。 库雷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说,巴基斯坦一贯谴责暴力事件。 我听到这件事后深感悲痛。 印度不应该草率下定结论,而与我方分享担忧,请求协助。 我方乐意协助印方对该起事件进行调查。 库雷西在谈到有关印外交部决定临时召回驻巴大使一事时说,我认为,召回大使的目的是进行戳伤。 该起事件太令人痛心。 穆罕默德菌去巴基斯坦宗教武装组织,于2002年被巴基斯坦政府查禁。 英国曾宣布其为恐怖组织。 马苏德阿斯哈尔是穆罕默德菌创始人,曾被印度政府驱压在克什米尔地区一所监狱。 19.99年12月的事报,已交换被截取到阿富哈坦达哈市的一架印度民航客机上的乘客。 穆罕默德菌长期活跃在硬控克什米尔地区。 穆罕默德菌的宗旨是,只要印度继续在克什米尔驻军,他们还是会继续发动攻击行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选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 oldest查看一下 Kurk欣公贵手 从然后期会写在的中国,韩国立马荽司,利自协律中文重的土日子��身。 格力特朗许四次如范德菌许何 , 肯定权四次学会写 海钳 Pro